老人家送给我们的 有一个豆子是老人家送给我们的 有一个豆子是我们买的 那个种子是买的 我们就种下去 结果花牛它来吃了 你猜它吃哪一颗 错 它吃从 这个种子 种子变买回来的种子 因为它比较弱 所以可见它就是喜欢吃 所以你看所有的农作物 它今天是被这个 虫吃的你注意看 它都吃比较弱的 所以那个虫这么多来 问题不在于 不在于我们那个虫的问题 不是虫的问题 而是我们土地 我们土壤 我们土壤已经失利了 所以我们应该要让我们土地 回复我们的地利 我想 我举一个例子 小的时候 我的父母 就是不失智 可是他养我们 七个小孩长大 现在来一个 后面现在来了一个 我的弟弟 这是我小时候 经常两个 他要学会员 他是目前在 那个慈禧医院的副院长 那他那小的时候呢 就是常常被我 就盯着 他就是学父哦 对 一定有名的耶 是吧 他七岁的时候 跟我们一起到田里面去 来采那个芥菜 芥菜采了之后就放在田梗塞 尾雕 尾雕之后就要把它放到 父亲在路边挖了一个大坑 然后把它丢进去 他七岁的时候 把它放在头上这样走 他一边哭一边哭 然后呢没有看到讲 看到那个芥菜在哭 那时候有没有化肥 没有 我们用的是猪粪 可是呢 他可以 那时候有没有 很多虫 没有 那个时候是在冬天 所以十字花科是在冬天 有的陕形花科也在冬天 所以我们要 要视地视重 视时视重 现在视时视重 已经越来越困难了 因为这个季节已经错乱了 让我们抓不住什么时候该种 所以你看我们种东西 怎么搞的 怎么搞的 怎么变成这样 所以 这是一个 现在农业最大的危机 就是这个气候变迁 让我们掌握不到季节 所以呢 像从过年到现在 台东已经经历春夏秋冬四季了 所以 当我们冷热的时候 我们可以穿脱 可是 植物是定在那里 我们用沙爪去把它沙掉 它怎么办呢 就是有一个东西被我们消灭了 它底下那个东西被我们消灭 就是它原来有非常厚土层的 里面的微生物 它不见了 所以 这个微生物就是它的衣服 结果我们让它 失去了依靠 而且 上面的那个土 那个 那个 土上面的这个草 是它的依靠 但是我们把它 产的一根都没有了 或者是沙爪去把它杀掉了 所以使得 我们的农作物 的适应力越来越弱 所以这是我们提出的危机 所以我们想说 我们一直提也没有用 如果我们的经济没有站起来 没有人要模仿我们 对抗是 当然有人放过我们一定要去灭火 但是如果平常我们 他们为什么要放过 他们为什么要 因为他们欺负我们没有经济 那我们怎么办 我们应该创造一个 所谓的经济 真正的经济 经济是什么 经济所到之处 人人欢笑 那么现在我们为什么要反他们呢 他们叫做一人笑万人哭的产业 这样创造的是一人笑万人哭的产业 我们这个一万人要不要去对抗那一个人 当然要可是今天我们会看到 今天我们讲的就是 意识形态太多了 讲什么蓝绿统图 这些都不是问题 我们真正的问题是 我为什么那么辛苦工作 我分配不到我 当然要对抗 所以我们呢 一个人对抗是无效的 所以我们准备在台东 开一个农民学院 农民学院 不是农业学院 是农民学院 是怎么样做一个农民 怎么保守做些什么 我们要共享 我们要换工 我们要怎么样子去创造我们的经济 所以呢 前面的这些东西 刚才经过几乎都已经在谈了 现在我们想回复的就是 这个盐巴 所以我在太平洋边岸 我在主盐 本来发发水灾的时候 有很多很多的漂流木 我本来要叫政府的时候 把那漂流木留下来给我们主盐 他们都不答应 他们就把他拖走了 一把火烟火把他放了烧了 破坏了我们的经济 政府做了破坏我们经济的事情 还大言不禅的告诉我们说 他可以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幸福 我们如果我们今天如果我们随便服从他 等于投交给他了 随便他爱剁哪一块就剁哪一块 我不知道各位至少还是反对 但是我绝对坚持的说我是一个激进分子 我是早期是从事反农药运动的 所以如果我提出说不要用农药 他怎么农耕呢 所以其实我在示范我如何农耕 那我也没赚钱呢 我有赚钱 所以呢我觉得这样子一个好的事情 应该要更多人来做 因为这个市场见到我们的东西的机会太少了 因为我们非常的小 所以呢今天我要跟各位分享啊 几个我们从农场带来的 有的是非商品 有的已经成为商品 大家在网站上可以看到 你可以上网去看我们的商品 但是有很多也不是商品啊 你说这样应该怎么来开始 我们先来喝酒好不好 好 有的杯子不够 我就喝 玩 haha